字財TV 港股走勢告訴你 各位朋友 大家好 我是羅sir 羅振邦博士 是字財投資學會的課程總監 歡迎大家收看高息股系列 今集我們選了一種實力二三線高息股 跟大家分享一下 它的市值有40億 當中在它的行業裏面有一個領導性地位 公司在2003年成立 在香港的聯交所上市 在影片的尾後 都會和大家分享大市走勢分析 未講之前 看看大家 新的一年先祝大家投資順利 一個深上市城 在新一年裏面 大家都應該學一些新的投資工具 即是在股票以外的一些投資工具 有什麼工具可以去學一下 用一下呢 我們今天可以提一下這個課程的頒別 我們可以考慮一下一個 叫做期指 這個投資工具 期指方面裏面有什麼要學得到 留意這個期指班 期指的特訓班 通常期指來講 分開兩個話題 一個話題來講 我們叫做即日先 叫做短炒 另一個話題來講 是叫過夜盤 駁一個高回報 我們先看看即日先的狀況 即日先裏面要留意到 一些所謂入市的技巧 一些追勢、撈底、古頂 以及一些組合的設計 這些來講要去了解 過夜方面來講 就要看一個情況 就是要捉一個大小的方向 小的狀況 屬於升小、跌小 因為很多時候過夜方面來講 其實我們有一個累積性 如果是順勢而行 我們累積的利潤會多 但遇到一個的逆勢 如果你又不肯止蝕 虧損就會大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做過夜買賣 要順勢而行 這是重要的 還有有時候做過夜買賣 做錯了 怎樣去救倉呢 我們很多時候用過期權方面去運用 所以很多時候我們說 如果要做期子的買賣 過夜 期權有些少許的技巧 要明白到 因為有時候用來做一個救倉的狀況 有時候期子做錯了 用期權方面去做救忙的狀況 還有有時候做過夜 遇到call margin的階段 怎樣去應變 這些在過夜買賣裏面 要知道 當然有時候我們說走勢 好像現在來講飄上飄下 有時候最適合做哪個買賣 就是職日先會多些少 所以有時候我們要明白到 環境上應該做職日先 還是做過夜的狀況 要在環境上要了解 然後才明白到 用哪個方法去選擇 例如職日或過夜的狀況 這些在班裏面都會提及到 留意期子特訓班的狀況 今天來講 選了一隻實力二三線股 和大家分享一下 這間公司成立的時間 2003年 2010年在香港上市 市值方面有40億元 股息率方面有9厘 公司是哪一間 就是這間 就是聯交所上市編號 468 一個分尾包裝 這個公司來講 在它的行業裏面 有領導性地位 好了 這個468 這個分尾包裝是怎樣 我們現在用羅sir四部曲 去了解一下公司的狀況 我們從這四部份裏面 關於股價 就是股價的股息方面 一個業務 一個走勢圖 以及一個價值分析 好了 先看看第一件事 股票的股價 我們說的息口是怎樣 今天來說是2022年2月4日 現在分尾包裝的收市價來說 2.98元 今天的成交來說 有1,900萬 股息率是多少 或者叫做周息率是多少 看看這個數字是多少 是8.725% 差不多有9厘左右 市值方面是多少 近乎40億港元 屬於一個二、三線公司 你說的息口方面有9厘 是真還是假 是否穩定 我們先看看這個資料 我們看看一個網頁的資料 這是一個ETLAC的金融財經網站 我們看看這間公司 468 一個分尾包裝 它的股息是怎樣 你留意到 它是以中期息和末期息為主 它不是標榜有一個特別股息 所以你很多時候看息口 是否穩定 看中期和末期 即是蠔二指、蠔三指、蠔四指 這些來說 你見到它是比較穩定的 即是說 很多時候我們要看看派息的狀況 其實最重要 不要說 依靠一些所謂財技的化妝 有一個紮實性是重要的 你留意到這裡來說 都比較是一個紮實和穩定的狀況 那你說公司的業務又怎樣 這就是公司的一個網頁 它的公司主要是從事一個生產 一個分銷 以及一個銷售餘製品 以及一個非碳酸飲料的包裝紙 以及一些冠裝機的業務 它的集團來說 做這些無菌包裝的 與製品、非碳酸飲料 一個生產商 它的客戶包括有中國、法國、德國和俄羅斯 如果以地區劃分營業的階段 中國市場就佔了九成 而在中國市場裏面 三大客戶是哪裏 分別有蒙牛 一個衛爾康 一個伊里 所以這個來說 它的佔有率在國內方面 其實都比較多 好 那這個公司方面 它的資料是怎樣 好 我們看看它的網頁資料 好 留意在這裡 好 留意一下 這間公司成立的時間 2003年 在香港方面 聯交所方面上市 代號方面是468 分美無菌包裝的材料 連續來說多年 連銷售量到多少 有100億包 數量也很多 在這個液體的食品行業 是屬於第三大無菌包裝的材料供應商 所以為何有領導的地位呢 是這樣的意思的 當中來說 它的業務方面 其實屬於跨國 它的業務方面 除了是中國之外 有亞洲 歐洲 非洲 南北美洲等等 都提供無菌包裝服務 客戶的遍及有50多個國家 所以它的業務來說 其實當中 國內佔主導 佔一個九成 不過也有其他國家的業務劃分 所以這也可以叫做 有一個國際化業務的狀況 這可以大家留意公司的網頁 至於走勢圖方面是怎樣 留意一下這個狀況 走勢圖方面 這個來說 是一個日線圖 最近來說 也看到底部向上 有一個所謂的 一個沉緣的底部向上 這裡來說 也屬於一個較為正面的狀況 好 那個周線圖又怎樣 這個周線圖 周線圖顯示走勢方面 已經可以看到底部形成了 向上了 加強平均線都已經剛剛碰住了 這裡如果再成熟一點來說 其實也是一個很好的走勢表現 所以大家可以留意一下 它的突破階段 這些是要留意到的 走勢圖方面來說 這裡要留意日線圖和周線圖 兩個對比 要是 通常這些 要選一個 見底向上 才去選擇會好些 這裡留意一下 好了 至於價位方面 價值分析怎樣 留意一下 它的PE PE來說 是9.379倍 這個就是PE 每股的帳面正值多少 1.864 這裡留意一下是人民幣 如果計算的PE Book 大概是1.3倍左右 這個也不算太高 也是一個合理的狀況 市值方面大概40億 這些基本數據要留意一下 另外 我們看看大市走勢的狀況 恆指的狀況 現在這個圖是恆新指數的走勢圖 現在這個叫日線圖 恆指今天來說 2022年2月4日 恆指的收市價來說 是24573點 24573 今天升了771點 成交來說 1,139億 現在走勢方面是怎樣 我們把圖去看它的支持和阻力位 其實看現在波幅區是怎樣 我們在這個範圍可以留意到 波幅區 這個 這個就是上面的頂 波幅區的頂部 波幅區的底部是這個範圍 這個部分 換句話說 我們說這個波幅區的頂部是多少 就是這個24982點 就是我們的阻力位 24982 這個價位方面 是22年1月21日所見的價位 那個波幅區的下面 這個支持位 是23470點 23470 這個來說 是22年1月31日所見的 所以現在遇到波幅區在這個範圍上落 大家可以留意 好了 如果大家喜歡我們的影片 記得訂閱 訂閱和按旁邊的小鈴鐺 你會收到我們最快上載的影片 如果喜歡的 給我們一個Like 你的Like 特別支持 我們會再拍同類型的影片 可以的話 和朋友分享一下 好了 我們下次再見 拜拜 按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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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按讚